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頻道 我是夢將 有沒有 現在就是五月份 現在五月份呢 就是美雨季節 那最近呢 就是天氣都比較不穩定 在中秋節 不是中秋節 在冬午節之前呢 就是天氣都還是會不穩定嘛 然後所以就是平下雨 然後最近不是那個高雄 淹水淹成這樣子 然後雨來得很快 台灣就是雨來得很快 然後走得也很快 那所以就是會常常 然後我們要搭我們這種騎機車的人 或者是在路上行走的行人的腳一定會濕 然後雖然說我就是都是穿那個 Hawana那雙涼鞋 但是你知道穿那雙涼鞋的時候 沒關係 就近期的濕吧 就是一個近期的濕 那可是腳就是一種都呈現一個濕濕的感覺 其實感覺不好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推薦給大家說 我買了一雙就是那個法國品牌的雨鞋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穿的這雙鞋的一個感覺 那這雙鞋呢 它就是我跟妳說的 它就是法國的 然後它叫做 PAL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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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它就是主打不像雨鞋的雨鞋 有沒有看起來就是一雙軍靴 然後我買了一個軍綠色的 那它就是主打 像它其實有不同的材質 可是它的材質都是偏向於這個 叫做雨傘布的部分 所以雨傘布想當然就是不會去濕掉 那它前面防水檯的部分 我們看到就是用這種最基本的防水 就是ROBBER的部分 像個小馬 然後呢 這邊它有一個巧思 就是它在這個 因為軍靴你看它這個 這個鞋帶一定會濕啊 可是它這邊呢 就是多車了一塊布 所以你的雨水就不會從這裡掉下去 你的襪子就不會濕掉這樣子 那我這個穿了之後呢 覺得說它整個那個防水效果是真的 完全就是你腳不會濕 因為前幾天雨很大 然後我就穿了它就是狂踩 然後就完全就沒有濕 所以當下覺得自己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在你知道就是 很怕自己腳濕掉的同時呢 我卻可以靜停的採水 或是很放心的在路上走路 然後所以就是感覺很好 那它的價格呢 就是差不多在如果防水系列 如果有折扣 差不多2500至4000以下這樣子 沒有像是那個HUNTER 或是馬丁那麼的高價 HUNTER的話就是非常有名嘛 那當初沒有買HUNTER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外型太像雨鞋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想要買一雙比較像是 可以看起來不像雨鞋的鞋子 然後呢 馬丁的話當然它價格就比較高 然後它又是皮革的 所以這樣的皮革上面你要去照顧 就必須要比較細心 可能你淋過水之後 你就要去把那個水擦掉 不然你的皮可能會去受潮之類的 所以就是買了這雙鞋呢 很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不錯的鞋子 然後造型也很好看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們在找一些人 就可以去專櫃來去看看 或是像在那個摩曼盾也都有 那影片的下方呢 就留下這產品的連結 也可以在網路上做購買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給我 那記得subscribe跟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還有turn on的小鈴鐺 那你未來就會收到我的影片的訊息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